大家好,这里是陪周孝正老师聊天的Andrew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郑野夫昨天发了一帖子 匹夫说台海,这一帖子寓意深远 不仅呼吁大家抵制武统台湾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匹夫也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项以敢言著称的郑教授 这一帖子必将掀起波浪 赶紧叫上周孝正老师一起聊聊 因为周孝正老师不仅坐过郑野夫在人大的同事 他们还是乘坐同一列火车去北大荒的荒游 那咱们今天聊点什么 今天聊那个郑教授 郑野夫郑教授 怎么说最近他发了一个帖子 就专门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叫匹夫说台海 那么里边呢就是主要是讲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是反对武统 第二个呢是反对武力威慑 郑野夫呢退休之前是北大一教授 那么他呢在去北大之前就在人大这个教授 而且也在授授授学系 就我们俩同事啊我们俩 对啊你们俩交集 那么你是不是从那儿就从人大时候才刚刚开始认识他的 我早就认识他 1968年我们一块坐了一列火车下的香 哦 那你就你们俩一起去的北大花 对 去的是一个农场 八万农场 那你们俩差不多大呀 一列火车去的 啊 你们俩差不多大呀 我比他小 我比他大三岁 他比我小三岁 我是老高三 他是老初三 哦 然后一起去的北大花 你们俩在一个兵团吗 一个农场 那时候后来就改成兵团 一个兵团 在一个兵团里头 当然 那时候你就认识他 当然 后来那个就是 反倒就返回北京之后 然后你们俩都同时考大学 都一届的 我们都是一届的 我们叫七七七八一届 啊 都一起的 那他在哪哪毕业的 他是 他是 他没念完他就考研究生了 他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 就等于他本科没毕业就考研究生去了 对 他本身学 学历史的 对 学历史 研究生考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专业的研究生 关键就是这些说话的人知识分子 都接受了一个新的封建内涵了 你们就自己扔掉了自己的话语权 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说话的人 当你放弃了你的话语权的时候 你还是什么 你他妈狗屁不是了 谢谢大家 这就是呢 郑也福教授 郑也福研究生毕业之后 进入北京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工作 1986年 在美国丹佛大学呢 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1998年呢 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任教 与周耀郑老师呢 同事了六年 2004年 转往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任教 直到退休 今天呢 就是利用这个 郑也福教授 他一个帖子啊 就是那个匹夫摊 台海这事啊 我总觉得 咱俩主要聊一聊哈 这个台湾这事 这个台湾啊 我记得以前不叫统一台湾 以前叫什么 叫解放台湾 叫收复台湾 什么时候开始叫统一台湾呢 不知道 这都是官方的政理员 我们都完全不关心 反正我就知道 当时有口号 叫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对 我小的时候就这口号 没错 没错 然后后来就变成统一台湾了 不知道 什么时候变成 我一概不知道 这种事我管他干嘛呀 这是口号 这是口号 他这几十年 他变了多少次了 行 那就简单来讲 中国大陆 或者是那中共 为什么非要统一台湾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是啊 因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 他统一了大陆 才差一个岛 就是台湾岛 他要完成所谓统一大业 他不光要统一中国大陆 他要统一台湾 还有俩岛 一个台湾岛 一个海南岛 海南岛已经早就过去了 就统一了 他就上台湾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是共产党 是李成章的事 他既然已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他要统一台湾 那再这么说吧 从道理上来讲 国民党 他也是一个政府 那么你把国民党打败了 国民党退居到台湾 那么他仍然是一个政府 对吗 当然是啊 那你凭什么 他不是国民党政府 他叫中华民国政府 对啊 民国是一百一十年以前成立的 对 他也是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的政府 对吗 他不是也是 他是一个政府的政府 中国政府是非法的 那也是 谁给谁也啊 好 这个中华民国是一政府 那你凭什么 就是我原来的问题 你凭什么要收回啊 你凭什么要统一啊 打呀 打仗还有什么 凭什么吗 暴力有无力啊 没有什么道理 共产党讲什么道理啊 人家共产党宣言 一百七十年以前写的 马克思恩克斯写的 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很清楚 我们是一个幽灵 我们共产党人不屑于 掩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我们公开宣布 我们用一切的暴力的手段 来推翻人类的一切宪资制度 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以前就说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枪杆里出政权 我居然我把你 这个我把中方民国的军队给你打败了 从大陆打败了 那我接着打你啊 这里有道理的问题吗 枪杆里出政权 暴力 我们用暴力来推翻一切的人类的 现存的制度 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吗 不是那你这么说吧 中华民国是一国家 他现在呢 在占据了这个台湾 你说呢 我把你打败 我一块 你逃到台湾 我仍然要把你统一了 那么我就说了 你那个如果是日本 你当初抗战争 你把日本打回去了 你能去收回日本吗 这显然没道理的吗 打仗还有什么道理 你开玩笑 你问这个事 就是没有道理 打仗有什么道理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去啊 你去收回日本去啊 打不过啊 打过了 打过了 连美国都得收回 不是说美国都得占领 那当然了 我们要占领全世界 用中国的话叫 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地球是70多人 全体解放 他没个本事啊 我靠 这也太重要了 这个 这有什么重要 这太欧逻辑的事了 实在讲 我在美国认识了不少的一个台湾人 就是从这个同事上 第一 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了 起码的一个十几年了 以前见了第一个台湾人 我就一看又中国脸 我说你是中国人吗 他就说 我不是中国人 我说你这怎么叫 不是中国人 也说中国话 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啊 说我台湾人 当初哈 给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不管你是哪人 说中国话都叫中国人 给我印象当中 但是台湾人从来没有那么 个认为 那么这时候就说 你说的是台湾的一个人 你不用用台湾人 台湾人现在是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一说台湾人 就像你说美国人 这概念就不对 美国是五十个州 一共是三点三个亿 一旦你说中国人 中国人 有五十多个民族 你去问中国人 你就敢用中国人的概念 这就不对 谁说中国人 你说中国人 你那中国人跟我的中国人 是一个事吗 对 这等于是两码事 那么我就说 现在哈 就提到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我提到呢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要统一台湾 行 你按你的说法 这个 中共呢 就想 能打败谁 能打 就能打服谁 就要把他拿回来 那么我就 不对 什么叫打服 他能服你吗 中国叫以礼服人 以礼能服人吗 他能 他是以礼服人吗 如果他以礼服人 就不会做这事了吗 对啊 所以他从来就没有服的意思 什么叫服啊 我说是给制服 制服 制不服 关键在这了 你制服谁了 我就问你 你制服谁了 你跟我说你制服谁了 他想制服 想那是想 那是幻想 那是胡想 胡思乱想 哪有制服这事 哪有服这事了 对 对 行 那就这样的 那么 尼比尔 你想这个统一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人 同意吗 就是你同意 不同意 我要把你拿下 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对吗 当然了 你把大陆占了 我就问你 大陆人同意吗 哦 有道理 那不同意 不也拿了吗 就是啊 暴力吗 什么叫暴力啊 那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讲什么道理啊 谁给你讲道理了 不是 人家军队竞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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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讲道理了 现在是中共在讲道理 谁说中共讲道理 中共咱们不讲道理 对 你看 中共这个 现在要统一台湾 他就说了 你看 这个原来咱们有一个 这个九二共识 对吗 对啊 九二共识 说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对 一中各表 你可别忘了 这是四句话 不是四个字 它是一个整体的词 是啊 就我就说啊 如果中共不去讲这些道理 我直接拿下的话 那么还谈什么九二共识 我跟你共识个屁啊 我就直接拿下 你不就完了吗 拿不下呀 你不知道 王总有一句话 用革命的两手 来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他一方面叫 用原来美国的话 叫胡萝卜 大棒加胡萝卜 一手硬一手软 他要能够 他不讲这个软了 他就能用的就打了 早就打了 现在等于是 他用武力真正打 肯定是打不下来 对吗 不是 他没有打 他想打 还没敢打呢 他试验过 他解放一江山岛 完了之后 他那个想站 就是台湾的外北岛 彻底失败 据说是上去一个旅 还是一个失 让这个所谓的国军 就彻底消灭了 全军覆没 怎么没想打 不是想打了 等于是现在已经尝试过了 这么说 当然尝试过 五几年就尝试过 那五几年 我说的是最近这些 就是近三十年 近四十年 这么说吧 那么他肯定没有尝试过 只是说那骚扰一下 就我弄飞机跑你那边去转悠转悠 对不对 对 那么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想直接拿下台湾的话 那么他就直接去拿了 他如果能拿下来 他就拿了 拿不下来 显然是拿不下来 才跟你讲道理 说你看跟世界上 他拿不下来 他又不跟你讲道理 他继续欺骗你 他什么时候讲过道理呀 对对对对 那么那你这么说吧 我简单来讲 九二年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 那一代领导人 因为中国领导人他换波 那一代领导人 比如说江泽民 后来到了邓小平 毛总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一定要解放台湾 那个解放台湾 就是武总台湾 后来他死了 把他的班底 所谓四人帮给抓了 于是小平呢 还有这个当时应该说 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陈云 当时叫毛刘周朱陈林邓 第五万首是陈云副主席 林彪副主席 邓小平总书记 后来林彪也死了 实际上那是所谓的 党的这些三中全会 那是陈云的作用 当时小平没在北京 他没有参加这个 所谓三中全会 陈云在里头发言 因为陈云的资格也很老 他就把这个会的方向给扭转了 当时呢 是华国锋是主席 一把手 邓小平跟着华国锋 好像在外地上 他们俩对于三中全会的召开 他们俩有一个精神 叫做向前看 往事不提 这是一个定了调子 定了调子以后呢 他们俩就不在北京 没有参加过三中全会 可是三中全会呢 就起了问题了 就是当时的陈云 他就带头出来事 说在历史问题 不说不成 比如说当时有个 四五天文运动 还有一个 当时有六十一个大叛徒 这些问题 这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 原来呢 这个华国锋和邓小平他们想不提这事 因为这事都是毛东亲自批的 结果陈云呢 当时邓小平没在 华锋也没在 他就说了 说了取得了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些中央委员 后中委的强烈的应对或者响应 就把这个调子给变了 于是就变成了 把这些历史大问题 就是所谓给平反了 比如说六十一个大叛徒改了 这四五运动也改了 原来四五运动也是属于动乱 改了 这个会议的方向就改了 所以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根本就是误导 你要说起最主要作用的 当然是华国锋 他是 他是共产党的主席 他又是国务院总理 他还是国安部长 华国锋当时就团结在以华锋为首的党长周围 叫华锋 那时候两个小平的事 那时候二把手是叶建英元帅 三把手 李先念 李先念当时副总理 后来李先念就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李先念 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权力排序 邓小平排第一 后来排第一 那时候他不是排第一 那时候华国锋排第一 叶建英排第二 李先念排第三 哪有邓小平的事呢 因为你得明白吗 这卷实实求是说这历史真相 当初这个邓小平是什么职务 副总理 副总理 当初就是副总理啊 对啊 总理是华国锋 他是副总理 那怎么他权力那么大呢 夺权呢 那权是什么叫他怎么权力那么大 那权都是抢了的夺了的 跟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一提就提邓小平 是啊 那后来他不就张老大了吗 实际上就张老大了吗 后来华国锋大约是掌权两年多 如果满打满算 华国锋实际上掌权四年 后来就把他干掉了吗 那粉碎四人帮之后 邓小平没 就是等于没有掌过这个大权 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 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 是应该说是一把手 并列一把手了 就是叶剑英元帅 叶剑对对 还有一个所谓的三 老三 老三就是汪东兴 但是汪东兴的级别 跟他们比还差一点 汪东兴只是一个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 叫中办主任 但是他是八三自由部队 八三自由部队就是玉林军 玉林军的头 他是具体操办的 把这些叫做这个汪洪文 张春桥江青 苗文元还有最关键还有一个是毛远新 他把他们都给抓起来了 我们就要采取断人行动 小平后来回来以后 他搞了一个什么事呢 教训越南 越南是同志加兄弟 他就教训越南 然后华国锋就上当了 他就同意了 可是华国锋你没有打过大仗了 小平是所谓的刘邓大军 刘伯承元帅邓小平是政委 他们有四个野战军 一也二也三也四也 邓小平 刘邓是一个野 一个野战军 你像华国锋 他没有搞过这野战军呢 你知道 所以说他呢就是没有打过什么这种大仗 所以但是打这个越南就得动用野战军 这样的话 小平发动了抗越 所谓自卫反击战 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啊 因为越南跟中国是同志加兄弟 当时我们的解放军 帮着北越打败了法国人 叫电编辅大捷 所以北越所谓的解放 后来又帮着北越打南越 又把南越给解放了 你知道 所以但是一妈子娘 小平有时候我就打越南 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呀 因为越南还不光是同志 叫同志加兄弟 小平就打了 打了中国也死草一般人 干嘛呢 干嘛他为什么要打越南啊 他的内政就是要干华国方 他的外交就想跟美国和好 原来他是反美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毛泽东不光反美又反苏 叫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两个都反 两个特别大国毛泽东都干 那小平呢 比较明智 他又当了 他要掌权之前 他需要中国跟美国好 跟苏联他也好 两个都好 所以最关系是美国呀 因为美国是西方的头啊 所以小平呢 去打越南 一个意思就是要 跟美国好 因为美国有两派 美国他也有两派 那得对付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亲华派 或者是反华派 美国政府力才也两派 那么怎么来干这件事呢 大的方向 小平就说我跟越南打一仗 因为美国跟越南打过一仗 他跟北越打过一仗 所以现在的小平呢 当时第一次访美 小平是副总理 他就跟美国当时的总统 好像叫卡特 跟他说我们要打越南了 卡特惊得目的口呆 半天没说实话来 没想到啊 对你为什么要打 他就把他打了越南 等于给美国送了个礼 而就就等于说 美国呢 这个国内的这些 所谓反华派 或者叫鹰派 没什么话了 人家现在 你美国打越南 中共也打越南 所以从此就美国就好了 但后来有人就叫做蜜月区 蜜月什么意思 结婚了都到了 度蜜月都到了 所以他打越南实际上是两个办法 就是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要改革开放 因为他知道你开放 你主要向西方开放 而西方的老大就是美国 所以对外开放 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 这目的就达到了 美国从此就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简单说就让你赚钱 后来到了入市的时候 我们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从此我们中国就经济起飞了 每年得赚几千亿美金 那么对这个队内 他要干掉华国锋 因为你华国锋 你在军队里 你没有什么人 他只是一个地方部队 他干过 他没有打过大仗 所以打完越南之后 华国锋就明白了 他周围的这些 所谓的军队的高级将领 那小平都是小平的人了 所以你要住的 一个叫内政 一个叫外交 小平玩这个 那绝对是一个 这个一流的人 华国锋比较憨厚 用俗话说比较傻 根本没看出来 你知道 所以实际上现在的 你要研究历史了 研究党史了 你要人你看看这些才能 你才明白 现在我才 我也比较明白了 那也就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早就我们老是教过的 而我也不太理解 就是呢 打仗不是为了完全打仗 他首先就是为了 这个政治 政治就是抢权呢 那可以说这个打中国打越南 是给美国的一个投名状 对啊 就是啊 就给你美国送一份礼物 而且这个礼物很厚厚厚礼 美国这国内的就摆平了 不管你反华的还是清华的 基本取得一致 所以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大幅度改善 而且最后又造成了 他同意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原来他美国只是给你最后一波待遇 但是每年要审一次 每一次呢 他都得国会都得审 所以中国这块石头没落地 中国就说我干脆 我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就一劳永逸了 后来美国也同意了 所以中国加入世贸以后 经济突飞猛进 因为美国是老大 美国在西方是老大 他跟中国友好了 给中国援助了 那些国家不都给 这就是所谓邓小平的国际战略 但他国际跟国内他不能分 郑野夫教授的贴文 就是呼吁匹夫抵制武统台湾 为此周孝正老师为您解析了 邓小平在武统台湾中起到的作用 下集周孝正老师将为您 继续展开中美在所谓 统一台湾当中的不同观点 无论你有任何观点 批评指教 请驻足留言区 我们一起讨论 同时希望大家在关注文明客厅周孝正的同时 也抽空来我的频道做客 我的频道名称是 Andrew's Team 也就是安德鲁贴士 谢谢观看 欢迎收藏点赞评论转发 打开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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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